虽然已经过了三天 但是水位还是没有退去 巴生刚崩闷入村 许多民宅仍然泡在水中 断电加上交通中断 受灾民众最缺的就是食物 慈禧志工跟市府官员合作 展开物资发放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这里是甘崩闷入村 因为水位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只能够坐大卡车进来 而志工呢也只能够在大卡车上 派发食物以及饮用水 也有需要的居民 水位已经咽过膝盖 一般四轮驱动车想要进入都很难 由于气候不佳 天色很快就转暗 远处还传来了救援灯 要什么 蛤 OK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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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目前是晚上七点半 我们可以看到天空正下着毛毛雨 志工呢是准备把这个热食 从一个货车运上了大卡车 准备运到另外一个马来村 前往另一个发放点途中 依然可以看到有灾民是涉水往高处迁移 干部门入市这波水灾的重灾区之一 除了走入民宅 志工也将物资送到了避难所 迈代黄教风李延军雪岚的报道